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些机构说是秦庄湘王 母亲是赵姬 据说吟政的出生 还有一段神秘的故事 说他是赵姬和吕布伟的私生子 不过这些八卦我们就当作查鱼饭后的谈资吧 重点还是看他如何成为一代霸主 吟政在十三岁时继位成为秦王 当时的秦国已经是战国七雄中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但要统一六国还是需要一番大智慧和大手腕 嬴政可不是个普通的少年 他有助超乎长远的雄心壮志和决断力 首先他重用了李斯这位能臣 李斯可是个大才子 他提出了远交进攻的策略 让秦国先和远方的国家结盟 然后逐个击破临近的国家 这个策略真是妙不可言 让秦国在战争中占尽了便宜 其次嬴政还有一位得力的将军王浅 王浅可是个战神级的人物 他带领秦军南中北战所向披靡 特别是在灭楚之战中 王浅与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破楚国 为秦国统一大业立下了汉马功能 当然嬴政的统一之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他遇到了不少挑战和困难 例如燕国的荆轲刺秦王事件 这可是历史上著名的刺杀事件 金轲刹点就成功了 不过嬴政命大最终化险为夷 继续他的统一大业 公元前二二一年 嬴政终于完成了统一六国的伟业 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 秦朝他自称始皇帝 立即始祖皇帝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秦始皇的统一不仅仅是政治上的统一 他还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建设 比如统一文字杜料行货币 修建万里长城开凿运河等等 这些举措为后来的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秦始皇也有他的一些奇葩之举 比如他对长生不老的执着 他派遣徐福带领数千同男同女出海寻找仙药 结果徐福一去不返 据说还在日本建立了新的国家 这些故事虽然有些荒诞 但是也让我们看到了秦始皇作为一个凡人的一面 总的来说秦始皇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 他的统一六国的霸业 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虽然他的一些做法可能有些极端 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好了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对秦始皇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下课后大家可以去图书馆找找相关的书籍 进一步了解这位千古一帝的风采 下次见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李白醉酒写诗 诗仙的豪放人生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来聊聊唐代诗人李白 这位被誉为诗仙的豪放诗人 他的诗作如同他的生活一样 充满了豪情壮志和浪漫情怀 李白的诗剧中常常流露出一种罪意 这可不是因为他写诗时 总是刻得酩酊大醉 而是因为他那种超脱世俗 追求自由的精神 李白的豪放人生 从他年轻时的游历开始说起 他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 但他并不满足于平凡的生活 年轻的李白就开始了他的漫游生涯 走遍了大半个中国 结交了无数文员雅士 这种四处游历的生活 让他见识了各地的风土人情 也为他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说到李白的醉酒写诗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据说有一次 李白在长安的一个酒馆里喝的大醉 忽然灵感有限 便在酒馆的墙上 挥毫写下了一首诗 这首诗就是《枪敬酒》 其中有一句 《枪敬酒》 这句话成了千古名句 表达了他对人生的豁达态度 和对自由的追求 李白的醉酒写诗 不仅仅是因为他爱喝酒 更是因为他把酒当作一种表达 情感和思想的方式 酒在他的诗中既是豪情的象征 也是他对现实不满的宣泄 李白曾经在《月下独卓》中写道 《花间一壶酒》 《独卓无相亲》 《举杯妖明月》 《对饮成三人》 这种孤独中的豪情 让人不禁感他的财情和胸襟 李白的豪放人生还体现在他对官场的态度上 他曾经被唐玄宗招入宫中担任汉林学士 但他并不是以宫廷生活 最终选择了词官归隐 他在《宣州谢挑楼鉴别校书书云》中写道 《巨怀一星撞丝妃遇上青天蓝明月》 这种对自由的向往 让他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存在 总的来说 李白的豪放人生和他的诗歌创作密不可分 他的诗句中充满了对自由的追求和对现实的不满 而这种情感的表达往往通过醉酒来实现 李白的醉酒写诗不仅仅是他个人生活的一部分 更是他诗歌创作的一种方式 这种豪放不羁的生活态度 让他成为了千古诗仙 也让他的诗歌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 所以同学们 下次如果你们在写作时感到灵感枯竭 不妨学去李白喝上一杯 也能写出一首千古名诗呢 当然这只是开个玩笑 大家还是要适量饮酒 健康最重要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康熙大帝南巡盛世皇帝的风采 康熙大帝南巡 这可是清朝历史上一段精彩绝论的篇章 康熙皇帝明玄业明玄业 是清朝的第四位皇帝 也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之一 他的南巡不仅解释一次政治和经济的视察 更是一场盛世皇帝的风采展示 康熙大帝一生中进行了六次南巡 这些南巡不仅仅是为了体察民情 但是为了巩固统治 展示皇权的威艰 康熙皇帝的南巡队伍浩浩荡荡 随行人员包括文武百官 护卫军队宫廷乐队医疗队伍等等 简直就是一个移动的皇宫 康熙大帝的南巡路线主要是沿著京杭大运河 这条运河可是中国古代的交通大动脉 康熙皇帝每到一处都会受到当地官员 和百姓的热烈欢迎 据说当时的百姓为了能够一睹皇帝的风惨 甚至不惜长途跋涉挤在路边 翘首以盼 这场面简直可以媲美现代的明星见面会 康熙皇帝在南巡途中还会亲自下田劳作 体验农民的生活 这可不是作秀 而是真心实意的了解民生疾苦 有一次康熙皇帝在江南某地看到农民们辛勤劳作 练脱甲龙袍亲自下田插秧 让当地百姓感动不已 纷纷称赞皇帝是劳动人民的好皇帝 当然康熙皇帝的南巡也少不了一些有序的故事 据说有一次康熙皇帝在江南某地循世 看到一位老农正在田间耕作便上前询问 老丈这田里的庄稼长得如何 老农抬头一看见是皇帝 吓得连忙跪下磕头 康熙皇帝笑出说不必多礼 快起来吧 老农这才战战兢兢的站起来 回答道 回皇上 这田里的庄稼长得很好 多亏了皇上的恩德 康熙皇帝听后哈哈大笑 说道 这可不是朕的功能 是你们辛勤劳作的结果啊 康熙大帝的南巡不仅仅是一次次的政治活动 更是一次次的民心之旅 他通过南巡了解民情体偿民意 展示了盛世皇帝的风采 赢得了百姓的爱戴和尊敬 康熙大帝的南巡 无疑是清朝历史上一段光辉灿烂的篇章 也为后世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和故事 所以说 康熙大帝的南巡 不仅仅是一次次的历史事件 更是一场场精彩的历史剧 让我们看到了盛世皇帝的风采和智慧 这位皇帝不仅仅是坐在龙椅上的统治者 更是一位清明爱民的好皇帝 康熙大帝的南巡真是让人不禁感叹 这才是真正的皇帝出巡啊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 探访了三位历史巨人 秦始皇、李白和康熙大帝 首先我们探讨了秦始皇这位千古一帝的霸业 他以非凡的智慧和决断力 统一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 从荆轲次秦王到修建万里长城 每一段历史都充满了跌宕起伏的精彩故事 接下来我们最新于唐代诗人 李白那豪放不羁的情怀 这位诗仙的诗句中流露住一种罪意 这不是因为他总是鸣鼎大罪 而是因为他那种超脱世俗 追求自由的精神 从枪敬酒的豪情壮志 到月下独卓的孤独豪情 李白的诗句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 最后我们踏上康熙大帝南巡的旅程 感受这位盛世皇帝的风采 他的南巡不仅仅是一次次的政治活动 更是一场场明星之旅 展示了他清明爱明的智慧和风范 总的来说 各三位历史巨人各有千秋 却都在他们的时代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秦始皇的霸道 李白的豪放 康熙的清明 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是六博士 希望大家对这些历史人物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新的启发 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法或问题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 你们对秦始皇 李白和康熙 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期待你们的分享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撰设计 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 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李白和康熙 字幕志愿者 李白和康熙 记者 李白和康熙 字幕志愿者 李白和康熙 字幕志愿者 李白和康熙 记者 李白和康熙